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到上级命令 要迅速占据有力地形 对进攻之敌实施炮火拦阻 和重要目标的精确打击 随着隆隆炮声响起 敌方多个重要目标遭到摧毁 敌人的进攻也被击退 这是长都军区某炮兵团进行的 一次实战背景下的实弹训练 在这次实弹训练中 二营十五个炮兵班 各自用十发炮弹 对十公里败的目标进行了设计 其中四连二班的十发炮弹 全部命中达到优秀标准 对于这样的成绩班长黄晓武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按照规定设计时首先要计算命中率 在命中率相同的基础上 再对比设计速度 以此确定各班成绩 这次实弹设计二营成绩排在第一名的是五连四班 黄晓武带领的这个班 因为设计速度稍慢了一点 成绩排在第二名 正是这个结果让黄晓武难以介绍 特别是被一个锤士班班长带的班把他比下去了 真的一窝火 回来确实是感觉到心里面很受气的那种 让黄晓武感到窝火的原因在于 成绩排名第一的五连四班 班长李生辉只是临时代理炮弹班长 仅仅一周前 他的身份还是五连的锤士班长 因为四班班长临时外出 李生辉才代理起了四班班长一致 李生辉从2006年开始就担任了锤士班长 虽然此前也当过炮弹班长 但最近三年多时间以来 他却一直在和厨房打交道 这样一个掌管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人 临时代理炮弹班班长 不但带领全班 实弹射击十八权重 射击速度也排名全赢第一 难怪一向心气很高的黄晓武会感到窝火 其实这次实弹训练的重要性还在于 这是炮兵团整个集训活动的最后一次实弹训练 八天之后他们就要迎来正式的实弹射击考核 以此检验集训效果 同时还要最终确定哪个班是这次集训活动的神炮班 从2009年4月底开始 这场复杂电磁环境下炮兵又准又快火力打击的集中训练 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这场为期三个多月的集训 不但是成都军区专门赋予这个炮兵团的重要任务 也是这支被誉为国盟铁军的部队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提高自身战斗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你比如说火力反应时间 从时间上跟我们各局相比有些的要求 从程序上也有些的要求 所以我们这次又准又快火力打击 其中提出的要求是 程序优 速度快 精度好 效率高 现代战争中 向敌方阵地进行火力打击是最为常见的作战方式 根据统计 陆军部队实施火力打击时 各种火炮承担的打击任务往往达到60%以上 是火力打击的骨干力量 战场上战机往往稍纵即逝 因此对于炮兵部队来说 实现火力打击又准又快 是部队提高战斗能力的核心内容 而这一次的集训活动正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 只快不准 那容易暴露目标 只准不快那就容易一物战机 是这样一个辩论关系 所以我们只能做到又准又快 想统一 才能够提高我们炮兵的深层能力 才能提高我们炮兵的打击能力 在这次重要的集训活动中 炮兵团将根据平时训练表现的和最终实弹射击考核的成绩 每一个炮中选出唯一一个神炮班 二营使用的火炮是122榴弹炮 那么122榴弹炮的神炮班 就将从二营的15个炮兵班中产生 神炮班应该说对于一个炮班来说 农运应该至上的 只有一个神炮班 然而要想获得神炮班的称号 却并非易事 这次集训除了要求准和快的结合 射击的标准也比以往有了明显提高 集训当中对122榴弹炮的要求是 在10公里以外射击 炮弹要落在70米乘40米的目标区域内 这一区域看似面积挺大 但已经明显小于122榴弹炮的有效杀伤面积 而且和以往实弹设计的目标区域相比 面积缩小了30%以上 除了准确性要求更高 对速度的要求也比以往更快 过去有两分钟左右 现在一分钟以内 到从发现目标到炮弹出塘 这个时间在一分钟以内 此前 402班和504班的实弹射击训练 成绩在全营都名列前茅 是最具有冠军线的一班 也是相互激烈竞争的对手 但是自班由炊事班长李生辉临时代理班长 在一般人看来 这种变动对他们的成绩自然会有不小的影响 但就是这个五连自班 在这次实弹训练中 成绩却一举排在了全营的第一名 这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一般了 那么这个李生辉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他为什么会在离开炮班长岗位三年多之后 还能带领四班创造出这样的佳绩呢 这一天的训练间隙 我们在炊事班见到了李生辉 虽然他已经带领起了炮兵班长一职 但厨房开火的时候 李生辉超空还是要跑到炊事班去看一看 而且不是会拿起厨具忙活一番 六个人要保证一百二十个人 还是相对来说我是挺吃力的 所以我就在尽系时间过来帮帮他们 看起来李生辉好像更愿意和厨房打交道 对于代理炮兵班长 似乎只是把它当成临时过渡的事情 而对于刚刚获得的成绩 他也表现得很是低调 也可以说 运气也好 也可以说 人家四班平时信任的技术非常扎实 一个炮班不说是哪一个人就能 把这个包 实战设计打好 那是要靠全班系统才能搞好 但事实上 作为专业性很强的炮兵班长 班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长队 炮党所以是指挥岗位了 除了会指挥以外 他还要会他下面的具体的专业 都要会都要懂 然而 这个李生辉说起话来 慢条思理 性格上也有点温吞水的感觉 于一眼看上去 就显得精神抖擞的黄小五相比 更是少了些干练的气质 而两天之后 他却再一次让黄小五感到了意外 这一次 他们交方的阵地 换在了体能训练场上 那天我们搞体能的时候 船营组织的时候 刚刚我们一班 就刚好跟他们一班 先遇了 先遇了我们就 那没办法 那上次输给你了 我们这是在体能上 也不能两个班长一商议 就是说体能哪个推抗 在二营 人人都知道 黄小五是出了名的挑战者 世事都要争第一 扛红旗 不愿落后于他人 训练中也特别喜欢 与身边的战友们较劲 对于刚刚过去的实弹射击训练 黄小五显然耿耿于怀 此前 他并没有把李生辉 这个代理班长看在眼里 而这次的挑战 用意十分明确 就是要直接向李生辉 和他带领了四班试辉 他是绝对不会甘心的 他的骨子里面 血液里面 只有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所以说在哪儿跌倒 他就会在哪儿爬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叫黄小五 否则他就不叫黄小五了 对于黄小五 面对面的叫板 看似有点温吞水的李生辉 回应起来 却是毫不犹豫 他们来挑战 我说 我觉得其实他们挑战 没得多少问题 我们会全力应付 李生辉并不像表面 看上去的那样 没把代理班长的事 太放在心上 对于他所代理的四班 李生辉也有着自己的目标 他的目标和黄小五一样 就是要带领全班 夺取神炮班的称号 搞什么事情 你不要摆到嘴上 在老师的行动中 到最后来看机构 我虽然说我嘴上不跟他交进 其实我在安地里 我说我服他 肯定不服 我不会怕他来挑战 两个班的体能对抗 共有五项内容 分别是500米障碍 板弹咬箱 举炮弹 撑双杠 和推炮 这些科目 与平时操作火炮的义务 密切相关 是炮兵必不可少的训练内容 对抗开始后 已经当了三年推士班长的李生辉 在体能科目上 竟然不落下风 而两个班的成绩 也是你超我感 不相上下 面对这种情形 黄小五愈发现了兴奋 对于他来说 这样的激烈对抗 才能真正看出谁强谁弱 在黄小五眼里 自己带领的二班 从来就是最棒的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体能对抗中 李生辉带领的四班 竟然取得了三个科目的胜利 正好略胜一筹 而这时 李生辉又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低调 大家心理上都 在心理基础上都差不多 这就是呢 这个你说在真正的挑战的时候 那就是靠一个班发挥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班发挥的好一点吧 但是 相比于低调却暗自使劲的李生辉 主动提出挑战的黄小五 心理自然堵得难受 连续两次较量都落了下风 但他嘴上却一点也不肯认输 总理来说 两个班都是不分上下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两个班相互比拼的意味更加浓厚了 这一天 要进行的是炮兵阵地上的综合训练 训练内容 包括从架炮 瞄准导弹要装填的一系列动作 与以往不同的是 黄小五带领的二班 换了个训练位置 正好换到了五零四班的旁边 而此前 这两个班之间并不相比 显然 黄小五要以贴身紧逼的方式 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训练开始后 李生辉并没有像其他班那样 架完炮就立刻让瞄准手进行瞄准 现在 对我手指发现 五十米车 百米冲刺回来 继续复一撕下 他先让瞄准手进行一百米的冲刺 冲刺过后 再按照给出的数据进行瞄准 看似不动声色的李生辉 在训练上 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好了以后 心跳加快 这个人很兴奋 很紧张的情况下 他能完成这个 装定改装 能完成这个瞄准 这是对他整体数字的一个销念 瞄准手在瞄准的时候 需要以最快速度 对火炮上的四五个相关部件进行操作 这些瞄准部件的刻度 都是以毫米来显示的 所以 瞄准动作必须十分精细 于是 李生辉专门采用了这样一种 先冲刺 再瞄准的方法 让瞄准手 在呼吸急促的情况下 进行瞄准 这样可以更好地强化 瞄准手的动作准确性 和心理稳定性 操作如果出现失误 气泡不激动 这些风发当错的 你再跑 再重 再回来 继续操作 不仅是瞄准手 对于班里的其他战士 李生辉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 他们也必须在额外的运动之后 再对火炮进行操作 虽然李生辉 离开炮兵班长的岗位 已经三年多时间了 但对于炮兵班的训练 他并没有一股脑袋 仍在身后 除了干锤士专业这一行呢 还经常到这个 阵地上转一转看一看 虽然说不在那一行干了 但是他一直还关注着这个 我们团队里面 一来就强调了 一钢双人 一砖多能 炮兵专业 每人都要懂 人人都要懂 操作 人人都会 在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炮兵团里 一砖多能是对于官兵们的一贯要求 而试试细心的李生辉 一直按照这样的要求 不断琢磨着自己的炮兵专业老本盒 二营所使用的122炉弹炮 射程在10公尺以上 由于炮弹飞行最低远 射击精度会受到风速 风向 温度 湿度 等多种气候和环境条件的影响 受风向 气温 气压 影响很大 特别在我们高原 海拔2000多米的地方 它那个本身气流变化很大 一分钟前和一分钟以后 它都不一样 正是因为如此 对于炮兵的操作技能要求很高 一旦操作动作出现细小误差 炮弹在10公里以外落地时 偏差往往达到数十米 甚至上百米 经过三个多月的集训 二营的各个炮兵班 在射击精度和速度方面 都有了很大提高 训练时的优秀率更达到了百分之九十 而各班之间的训练条件 差距也十分细微 这种情况下 李生辉知道 要想进一步提高 实弹射击水平 每名战士的操作动作 都必须更加精确 细致 因此 他想出这种办法 加大训练难度 就在李生辉组织全班 进行紧张训练的同时 一旁的黄小五 却十分轻松地和战友们 搞起来装炮栓的小比赛 装炮栓就是把拆散炮栓的各个零件 再重新组装起来 这通常是在训练放松阶段进行的谱论 并非主要训练内容 二班的装炮栓比赛 速度最慢的两个人要接受惩罚 比赛开始后 黄小五不时地说笑着 以此来影响操作者的注意力 转到黄小五装炮栓了 刚才他被别人进行骚扰 而战友们此时 以加快读秒速度的方式来回应黄小五 虽然战友们的读秒速度明显快了不少 但黄小五还是躲过了筹法 这使得他一脸开心 好像已经忘掉了身旁的竞争对手 其实黄小五这样做 不只是为了让战友们放松心情 装炮栓时 他故意去影响操作者的注意力 就是为了强化每个人的抗干扰能力 提高心理素质 而接下来黄小五对于训练 也有着新的要求 训练难度要比他们大 训练乐情要比他们高 自己考虑开始 操作火炮前 黄小五带领拳班冲刺的距离达到了150米 在强劲的对手面前 他要表现得更为强劲 除了冲刺跑 黄小五还与众不同的让炮手蒙上杀金进行训练 这次集训不仅有白天时代射击 也要考核夜间射击水平 夜间只有微光照明 炮手的动作通常会比白天慢上几秒钟 而实战当中 这几秒钟就可能决定火力打击的长雨败 蒙上杀金后 相比夜晚的训练环境 人的视线会更受影响 黄小五正是要以这种更为困难的训练 在夜间训练上也有所突破 从而实现二班射击水平的全面提高 事实上在这三个多月的集训当中 炮兵团的每一名成员都是像黄小五和李生辉一样 以种种努力提高着自己的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 在这样的过程中 他们不断地挑战着竞争对手 更超越着自己 两个搞得看 再要一比 大家把积极性比出来了 把训练热情比出来 还有就是把大家的 激发大家动脑子 考虑问题了 你这个没打好 原因在哪 你就总结经验 从经验中来提高层次 提高水平 2009年8月6日 这次炮兵火力打击 又准又快 集训活动的实弹射击炮盒打响 20代15号的炮兵班 以全部优秀的成绩 出色完成了考核任务 而黄小五所带领的4.2班 则最终险胜5年4班 幸运地获得了榴弹炮神炮班的称号 在这个炮兵团 虽然能够获得神炮班称号的 不过寥寥几个班 但在他们身边 还有许许多多优秀的神炮班 神炮手 他们共同铸就着这支 乌蒙铁军的林里寻风 凭借军与生涯中的亲身经历 则无数次的视察调业 春天来临的时候 人大代表捧出翔史一案 因他们关心 更隐锐观察到的问题是什么 缜密思考的结论 若是从怎样的坚勤中得来 军事记时 下期播出翔案背后的故事